向前其实你是有着远大理想 和报复的男人 你渴望成功 而且目标明确 在你奔赴成功的路上 你身边所有的人和事 都要服从于你 屈从于你 因为在你看来 除了事业其他的事情 都是微不足道的 你人生的满足感 荣誉感 安全感 幸福感 甚至挫败感 都来自于你一个又一个的客户 一次又一次的台阶 你很努力 但是你真的很忽略 你身边人的感受 家庭对你而言 其实就是一个 作为成功人士的标配 你才会总是把 孩子要上国际学校 老婆要是全职太太 名车豪宅 出匠入巷 就常常挂在嘴边 因为这些才是你最享受 最在乎的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真正的生活 你的眼里除了钱 其他什么都没有 你在用你的价值观 绑架我的人生 我没有办法继续这样的生活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 很想离开你的愿意 你这么草率地看待婚姻 结婚了就等于缔结盟约 我在外面转天养家 你在家里头看孩子 男的女的真是跟 不变得不到 不够是我们家者家 是 现在有好多女人 在外面工作 但你有没有 考虑过实际的情况呢 也许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她不得不工作呢 我特别不明白 你不愿意在家里头 相夫教子 不愿意做一个全职太太 每天睡到自然醒 约上自己的好姐妹 喝个下午茶做个死瓣 到了晚上打个牌 这种日子竟然是 变成了你的委屈 你是可以埋怨我 不关心你 不关心这个家 你可以发脾气 你可以闹小兴子 但是你不能说 说不过就不过了 说不干就不干了 这是毁约 婚姻是一种契约 就是有了这种契约 我才需要为你的 成功让路 我就不可以有我自己的 理想和追求 这就是我们对婚姻 不同的理解 我认为好的婚姻 应该是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而在你看来 你所说的所想的 都是你自己认为 最好的 你认为你很努力地 在赚钱就履行了一个 做丈夫 做父亲 所有的职责和本分 而我作为你的妻子 被你圈养 就应该老老实实 安安静静地 就等着你回来 不应该有任何的 怨言和想法 可是你想过没有 我就算是你买回来的一个家具 我也需要偷偷疯 需要长期保养 要不然有一天我会烂掉 坏掉 最后被你抛掉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些年 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吗 因为你根本就听不进去 别人说的话 只要我一张嘴 你都认为我是说错的 我跟不上你的思想 跟不上你的节奏 但是今天我不想跟你针对错 我就想告诉你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现在老天让我活下来 我就应该找回我 安身立命的勇气 我要离开你 说一千打一万 还是要离 咱们俩之间 就真的一点可能都没有了 我改 我改 还不行吗